DSE 2022 ICT 配合1A NC 第20题 这题只有7%的效生答对 7%应该是印象中 历界DSE ICT4 答对率最低的题目的 choice 就是这题 当然这是针对到2022年为止 这题其实是问计算的 这些file storage,file size,gb,tb,转换这些单位 这题是计算的问题 但里面有个陷阱是很容易踩中很容易中伏的这题 7%的答对率 但在今年考评局的报告里面竟然直接不提这题 即是没有提到为什么这么多生理答错 我们看看提报说什么 即是有些surveillance video file 即是那些闭路电视拍到的video的档案 每一个档案有300gb file size这么大 而这300gb的档案总共有100个这么多 这是一个quantity来的 100个300gb的档案 现在想用两个TB的hard disk drive 去安装100个300gb的档案 说明是不可以将档案重组 no file reorganization 亦都不可以将档案压缩 看来这两个字眼好像不太重要 为什么要reorganize file 或者不compress它 正常来说都不想这样做 正如就把它做随数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total file size 100个300gb的reader file 乘了乘一致就是total file size 再除去2个TB 就是答案了 有份指有份帖 一完就是完成了 我们我们基本你解计下来 100乘以300gb total file size 2个TB的hard disk 1TB等于 Rust 毫 почти等于1024gb 这里还有很多讨论,甚至很多争论的1TB 是否等于1000GB呢? 其实现在一些确认都是用1000做单位 但我们这里不想讨论了,就是用1024 用这两个单位就是最传统的计法 所以2TB就是2×1024GB 取除它,利用上就计得到用多少个Hard Disk 取除,按计数机 又计得到14.65只 即是15只,我们拿大一点 15只就完成了 应该根据考评的答案 我们选择A,A就是15 看上去好像是计完的,很简单 以为收工 其实你这样计算的时候,你都会觉得 这里我们需要搞什么File Organization 都没有Compassion 好像题目给了一些多余的资料 或者一些多余的限制 其实如果你想想一下,这个题目 虽然我们计算了总的容量是100x300GB 但其实它不是一个连续的档案 100x300GB 它是100个独立割裂的300GB的档案 其实这300GB的档案 是一个独立 而且是割裂的Discrete 的File 而我们的2TB Hard Disk 2TB就是2048GB 其实就不是用到尽的 如果2048 大概去到 6个到7个300GB的档案之间 就是说是装不到7个300GB的档案 其实装到6个 因为6乘300 就是1800GB 我们的Hard Disk 我们的Hard Disk只有2048GB 所以剩下248GB 装不到第7个档案 所以一个Hard Disk 也能够装6个 视频 所以这题 其实不是很考虑电脑 这题是考虑数学 一个叫Discrete 的概念 如果你不能够将数学 视觉化用图像 画出来 其实看不到这个问题 而上面的计法 就assume Total File Size 是一个continuous 就是Data Storage Requirement 但其实 这个不是continuous 其实它是一个 Discrete的Data Concept 所以这个计法 就一定是错的 除非 除非这样 除非你容许 File Realization 即是 这些档案 三马基 你把它切开 即是300GB 切开做 比如有一个 248GB 放一架 在这里 剩下的架 放在第二只Hard Disk 但这个会涉及File Realization 就会违反了题目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这里计算 一个Hard Disk 就等于6个File 现在我有100个File 100个300GB的File 要多少Hard Disk 应该是这样计算 所以100除6 即16.67 即17个 所以答案 正确来说 C for Cat 换过来说 我们要多用两个Hard Disk 给刚才的计法 这个就是 没有用File Reorganization 或者Compression 的做法 因为Hard Disk 最多放六个档案 有点空间 用不准 所以要多用两个Hard Disk 这个原本错的计法 就是需要Reorganization 就会用少些Hard Disk 在印象中 这也是一条新的类型的题目 因为涉及数学概念 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 最稳定的方法 将视觉化 Visualize 画图画出来 就不会中招